2014台北海樹國際女子網球挑戰賽 本週日將在台北小巨蛋點燃戰火 我國女將詹友然 張浩晴 謝淑薇 張凱珍 以及莊佳榮都將參賽 其中剛在仁川亞運奪下網球團體賽金牌的 專士姐妹 更希望能延續好手感 把冠軍留在台灣 其實最近訓練的量還蠻重的 就是希望可以在自己國家的比賽 可以拿出很好的表現 總是會感覺好像整個人瘦了一圈感覺氣色更爛 真的嗎 其實也沒有就是特別做什麼 可是我也沒有感覺有瘦 不過訓練是真的練得蠻多的 另外國內網球精靈張凱珍 去年十月因為昨首晚半月軟骨破裂 被迫修兵 相隔九個月後 今年七月再度重返球場 漸入佳境 本次海獸杯是他傷後首度在台灣出賽 還好啊 覺得就不管抽誰都要打嘛 對 就盡力去打就好了 盡況嘛 就身體都很健康 那狀況也還不錯 那希望可以把我所有的表現都表現出來 這樣子 對 已經邁入第八屆的台北海獸杯 十一月二號到九號 要在小巨蛋進行一連八天的激戰 並且秉持公益精神 民眾們憑發票就可換票入場 讓我們一起為台灣選手加油 過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